说起女皇武则天 想必大家都不会觉得陌生 毕竟她是我国古代唯一一位女性皇帝 也是即位时年龄最大和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 更是后世史学家的重点研究对象 作为大周朝的皇帝 全是滔天的武则天 完全是女皇武则天 完全有机会将皇位传于武士后人之首 但在其晚年之时 却最终决定将皇位还于礼堂皇室 而在他退位后不到一年时间内 便离开了人世 结束了传奇的一生 这也引起了一部分史学家的兴趣 为什么武则天退位后不到一年便去世了呢 在武则天临终之前 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一时间也是众说纷纭 有人说武则天是自然老死的 在医疗水平并不发达的唐朝 83岁才离开人世 已经算是长寿了 而根据司马光资质通鉴记载 武则天在去世六年前便已经身患完疾 因为突发恶疾而促然离世 似乎也说得通 但这显然不是最合理的解释 也有人说武则天是被李唐皇室下毒致死 但武则天的儿子李显软弱无能 应该没有对自己母亲下毒手的胆子 排除了自然死亡与中毒致死之后 武则天的死因谜团还有哪些可能性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要了解这位传奇女帝的生平 武则天是唐朝开国功臣武士约的次女 作为一位出身于名门望族中的女子 武则天生来便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 在童年也受到了极其好的家庭教育 贞观十一年十一月 唐太宗驾姓洛阳公 听说十四岁的武则天容貌美丽 于是照他入宫封为五品才人 四号五妹 武则天也自此获得了五妹娘的别称 对于李世民在位时期 武则天在宫中的生活 史书并没有详细地描述 只能在武则天晚年回忆中 看到他提及自己为李世民驯马一事 李世民游皮马 名叫狮子聪 肥状任性 没有人能驯服 武则天当时侍奉在侧 对李世民说我能制服他 但需要有三件东西 李世民听后颇为夸赞武则天的志气 但也仅此而已 并没有其他表示 只是武则天的手段很辣 却让李世民不寒而栗 之后武则天并未得到在李世民的宠爱 做了十二年的才人 地位始终没有得到提升 但在李世民病重期间 武则天和太子李治开始建立了感情 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驾崩 武则天按照规矩和部分没有子女的嫔妃们 一起入长安感业寺维尼 但他与新级位的高宗李治一直藕断丝连 待李治的校服期满后 武则天便再度入宫 入宫前武则天已怀孕 入宫后便生下儿子李红 武则天回宫后迅速打败萧淑妃 获得李治的宠爱 之后李治封集发做头韵目炫 不能处理国家大事 于是让武则天处理朝政 武则天自此开始临近权力中心 在唐高宗李治的纵容下 武则天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 纵然朝中大臣对此事颇有不满 但受制于李治的压迫 大臣们也是无法 纵使用些手段也无济于事 唐高宗去世后武则天开始接管政权 在武则天67岁那年 他方才成为真正的女皇 改过浩维州 从无人知晓的五品才人 到威震天下的一代女帝 武则天花了几十年的光阴 可能最初 他也只是想在皇宫中度过平淡的一生 并没有太多的野心 但常年被李世民冷落之后 获得了和当时太子李治交往的机会 武则天的野心开始膨胀 这个野心在随后几十年 朝堂的勾心斗角中不断变大 最终滋生了为什么自己不能当皇帝的想法 这几十年间 武则天做了很多亏心事 为了陷害王皇后 他残忍地杀害了自己刚出生的女儿 随后嫁祸王皇后 因为在自己前来看女儿之前 刚刚来过的人正是王皇后 而王皇后占据着后卫 用一个小婴儿换取一个机会 自然是利大于弊 武则天的这种狠辣 不只是对非亲非故之人 对于自己的亲戚也是如此 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 他可以毫不犹豫地下令处死 没有任何过错 只是表现的有些出色的侄女 年轻时候为了尚未不择手段犯下的错 在年老之时似乎得到了报应 曾经被他陷害致死的萧淑妃 在临死之时发下毒誓 来世我为猫你为鼠 我要咬死你 自此武则天便开始担惊受怕 他下令清除了宫内所有的老鼠 每次听到猫叫都非常害怕 到了老年之时 武则天更是经常夜不能寐或者做噩梦 这可能都是他年轻时作孽的报应 也是许多人猜测他会忽然离世的一个原因 武则天称帝之时 他决定挑战男尊女卑的社会传统 既然男性皇帝可以拥有后宫家历三千人 为什么自己不能拥有很多男宠呢 尽管继位后的武则天年龄较大 但他却仍依赖男宠的服务 与男性皇帝相同 武则天有着属于自己的男宠后宫 其中张一芝张昌宗兄弟 年少美滋容长腹珠粉衣着华丽 武则天的侄子五成四五三四等都争着追捧他们 甚至愿意为他们执鞭牵马 当时武则天已经进入暮年 老病缠身的他长时间不能上朝 对朝政的控制力下降 他将张一芝张昌宗兄弟当作耳目 养兄弟凭借武则天的信任逐渐插手朝政 他们陷害宰相魏元忠 这不仅使得他们跟大臣结怨 也使得武则天回归礼堂传魏太子的形式发生逆转 引起了政局的复杂化 武则天母子君臣关系也因此空前紧张起来 据史料记载 武则天的孙女永泰公主 因与丈夫五颜姬和少王李仲润一起议论二章 被人举报后五里两人被处死 永泰公主受惊而死 张一芝张宗昌两兄弟的飞扬跋扈可见一般 神龙元年正月 武则天病重 在迎仙宫卧床不起 只有张一芝张昌宗兄弟侍奉左右 宰相张简之等人联合禁军统领里多作 扬称二章谋反发动政变 率进军五百余人冲入宫城 杀死张一芝张宗昌两兄弟 随即包围武则天所寝集先殿 要求武则天退位 武则天被迫缠位于太子李显 随后搬到了上阳宫 史书记载称之为神龙正辩 李显复位后 率百官到官丰殿问武则天起居 此后每十天去一次 又给上了他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 武则天正式离开了权力中心 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代女帝 变成了一位平凡的老人 史料记载 晚年称帝时的武则天 喜欢装扮自己 虽子孙在侧 不觉其衰老 虽然称帝时已经六十七岁 但由于善于打扮 亲人侍女等人并不觉得 他像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 而退位迁入上阳宫后 武则天却不再梳妆打扮 面容日渐憔悴 一次李显入见武则天时 看到母亲这样 为此大惊失色 武则天哭泣道 我从房陵把你接回神都 自然是要把天下托付于你 而参与神龙政变的武王 却贪功心切 把我弄到了这里 李显听后悲泣不已 武则天是不是真的有意 把皇位归还礼堂 时至今日 已不得而知 但从这段记载中 可以看出 神龙政变被逼退位一事 给武则天带来的打击很大 也许在骄傲的 不可一世的武则天看来 如果自己真的厌倦权力 看不上他 也应该是自己 把他归还给李显 而不应是在别人逼迫之下 做出的无奈之举 这种丢掉权力之后的心理落差 对于骄傲如武则天 这样的人来说 想必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受此刺激内心苦闷 产生心理疾病 最终郁郁而终 似乎就变成了合理的解释 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猜测 退位之后的武则天独 居于上阳宫 他的身边再也没有 对他阿谀奉承的男宠 也没有可以聊天倾诉的家人 为了踏上这条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称帝之路 家人和亲情都是他的绊脚石 他在争夺权力期间 杀死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姐姐堂兄侄女侄子也因他而死 成功路上的绊脚石倒是清理干净了 但武则天也付出了失去亲情的代价 晚年独居于上阳宫时 除了儿子李显会每隔十日来看望他一次之外 再无亲人会来关心他 身边无人可以聊天倾诉 一人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 再坚强的人也会支撑不住 这成为了武则天会 粗然离世的又一个猜测 当然 以上分析都是基于史料的猜想 毕竟武则天最终留给后人的 只有一块没有任何文字的无字碑 武则天立这块无字碑 大有让后人评价自己的功过是非的意思 虽然他为了追逐权力 做了很多措施 但在他统治期间 唐朝国立蒸蒸日上 后世对他统治时期的评价是 正起开源 至红贞观 既发展了唐太宗的贞观之志 又为唐玄宗的开源盛世 打下了基础 可以说这功绩很卓越了 作为女帝武则天为唐朝发展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其晚年荒诞的私生活 实在是难以在正史中记载 这也是为什么史书对武则天的死含糊其词的原因 史学研究者们也只能从一些细枝末节的记载中 得出一些比较合理的推测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点击订阅按钮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您的点赞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